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channel 还是把头发剪掉了 我觉得我可能留不起来头发了 每次说要留,最后还是剪了 我竟然穿了一个有电剑的衣服 这样是不是嫌脑的小了很多 是不是脑的小了 Anyway 我今天我们想聊这个话题 是因为就前两天跟别人聊天 然后呢,对方是个男的 他就问我,说你不会还是单身吧 然后我俩就因为这个话题聊了一下 然后呢,我今天干嘛的时候 我就突然一下子脑海中就蹦出来了 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是单身了 我就稍微思考了一下 然后后来就觉得可以录一下视频 跟大家聊一下吧 就是关于我单身这个事 因为其实很多人 我看有的一些人跟我留言 就那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有一定的性需求 那为什么不搞对象呢 如果有一个男朋友 他又能满足你的需求 且这个人跟你 还能有一定的情感连结 你知道吗 就这个意思啊 对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聊一下 我思考过后 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是单身的原因 就是一般情况下 我想问题的时候都会 都会喜欢去列一二三四 所以其实我也列了四点 为什么 我是单身的原因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原因 就是我个人其实想要脱单的 这个需求和意愿 可能不是特别强烈 因为我知道的 我有接触过的周围的人啊 他们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 目标挺明确的 就是有的人就属于大学毕业之后 就想进门生孩子 有的人就是 他就是想要找一个男朋友 就是他的生活中 不能够没有一个伴侣 他需要一个陪伴 一直在他的生活中 那有的人可能 尤其啊就女生嘛 就跟我聊天 就跟我说 那个意思就是 他就需要找一个男的 给他花钱 且我会觉得 这刚刚提到的这些人 是占有一定比例且不少的 所以就是说 这一部分人 他们其实是有这个需求的 去找一个伴儿 去找一个男朋友 甚至是可能 想要去结婚这小孩的 但是对于我而言的话 我 我其实还挺享受 单身生活的 而且我自己一个人生活很久了 就是当一个人生活久了的时候 他自己的生活 其实是非常平衡的 且他自己能够完全的 去支配他自己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 我可能没有这么强烈的意愿 想要去找一个伴侣 所以可能我也没有 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在这部分上 就属于一个顺其自然的状态 然后第二个原因 其实我在很多视频里都说到 就是我个人比较 picky 就是我真的 现在完全的承认 自己的要求啊 和看中的点啊 一些细节啊 特别的繁琐 并且我可能很难去改变我 在这方面的一些需求和标准了 对 然后还有一个点 就是我个人观点 就是我本来 我本身就会觉得 男生比女生要晚熟一些 就是在处理事情的方式上 一些思想上吧 没有女生成熟 就是可能同龄的男生女生 相对比的话 女生会比男生成熟一些 然后再加上我 其实比同龄人 可能也要更加的 就是在思维上 可能也要更加成熟 所以现在我 可以说我遇到的男生 甚至是比我大 那么两三岁的男生 我都会觉得 不在一个频道上 而且再起次就是 我对于找这个partner啊 就是所谓男朋友吧 我更看中的是一种 精神上的connection 就是精神上的一种 情感共鸣 或者是叫什么同频的感觉 你知道吗 我很看中这个 而不是可能 一大部分情侣之间的那一种 比如说就是单纯的一起 吃饭看电影逛街这一种啊 对 就是我可能对于伴侣的需求层面 要更深一级 当然不是说就不需要 他陪我吃饭看电影逛街 是可以的 但是也不是必须的 所以就是能够找到一个 跟你在精神上同频的人啊 其实很有一定难度 再加上其实我也确实经历过 soul made to inflate 就这些东西之后 那当然你期待的下一段情感 可能还是想要有这种 感觉的 你明白吗 所以这个也很难 对 再其次就是我对硬件也有需求嘛 比如说他的外表啊 他打扮啊 这些东西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非常非常的知道 我现在对于找一个partner的要求 是非常的繁琐的 且很难达成的 然后第三个 我觉得为什么我还是单身的原因 就是我觉得 就怎么讲 就是其实我个人是属于一个非常非常独立的人的 但是我也知道在一段关系中 尤其男生是需要感觉到被需要的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自己的一个问题吧 就是别人看到我可能 即使他想要接近我 他都无从下手 他都不知道该怎么突破 我有这种感觉 我能感觉得到 然后再其次 其实我爸老跟我说 他说那个 你有的时候得装一下什么 你不会干什么东西 你要去让男人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 对我来说挺难的 就反正对我而言啊 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生活很久了 我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自己去搞定的 甚至当我可能生病的时候 我都没有一个非常无助孤独感 你知道吗 就是我觉得我内心还是比较强大的那一种吧 而且能够自己处理很多事情 所以你说 我又不愿意装 所以我会觉得说我得遇到一个 让我去admire 让我去仰视的人 我才能够在他面前表现出 我需要你 这也很难 对啊 反正我知道自己存在一些 也不能说问题吧 就是我自己其实个人上是过于性格独立了 可能以至于别人是无法去突破 我可能构建出来的一层外表的一个保护膜之类的东西的 这个我能感觉得到 然后最后一个原因我觉得 就是一个客观原因吧 也确实啊 就是怎么讲啊 就是我会觉得人们现在的生活慢慢的趋向于工作 然后和熟悉的朋友在一起吃饭 或者是干点啥 然后就各回各家了 这种 我觉得这样的生活状态是占大部分的 所以其实能看到所谓的一些社交活动是在减少的 而且我也会觉得渐渐的大家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喜欢去结交新的 认识新的人了 因为也确实能感觉到的是 尤其不如社会之后 你想要交一个真心的朋友什么的事也是有一定难度的 我觉得大部分的朋友都停留在的是上学时候结交下来的友谊 然后一直延续到现在的 更何况是其实那个时候能坚持下来的朋友 也会随着各自生活轨迹的变化而疏远 所以我会觉得现在当代成年人本身啊 他可能渐渐的对于交友的欲望就在降低了 因为可能一个是他不相信 一个是互联网的世界可能已经能够填补他部分的社交需求了 我不知道啊 因为我有这个感觉 然后说回来啊 就是交朋友这个事啊 对于我而言 能够让我去认识我觉得会满意的异性的场合太少了 我不会排斥朋友叫我去一些陌生人的局 我也不会排斥比如说所谓去参加一些兴趣爱好的活动之类的这些我都OK的 但是你参加完多了之后你其实就是会发现这些途径不是你能够遇到你喜欢人的一个途径 反正我想说的最后一个点就是其实现在没有很多合适的场合 去社交的场合能够让我去遇到一个可能会比较合适的一性的一个朋友吧 对啊 所以这个是我总结出来的我为什么单身的四个原因 然后聊到这我突然想到其实有的人可能还是叫什么母胎单身的就是从出生到现在一直都单身没有搞过对象的这一类人 其实我会觉得挺可惜的因为我个人会觉得你每一个时间段去谈的恋爱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就比如说从你上初高中那种情窦初开的后来大学再到后来这些东西给你带了 就是你们之间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但是对于我现在而言啊 比如说假设在工作场合中认识到的男生啊 他向你是好啊 你能感觉到他对你有好感的时候 我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就是啊 他想睡我 就是所以我会觉得随着一个人他的经历阅历的增长啊 他对于情感看待的方式都会有变化 但是我又发现我又是属于一个矛盾体 就是我又想要那种年轻时候的那种激情 那种波动那种感染力的感觉 然后另一方面我自己又理智的看得很清晰 所以我觉得挺难去找到这么一个人的 而且我又是属于那种不是说非得有一个伴 然后我也是宁确勿滥的那种 所以就就就就顺其自然吧 真的 然后我不知道看视频的你们的情感状态 或者是对于我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什么想法 然后也挺好奇我没有人跟我有相同的感觉的 我这两天几乎每天都在跟我的朋友聊 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想要有心动的感觉 真的我太久没有有过那种心动的感觉了 就是让你喜欢到不行的那种状态 我会很怀念那种感觉 因为我我是一个生活中特别需要情绪感的人 就是如果我的生活平淡到没有任何情绪波动的话 我会觉得我没有在生活 但是近期的生活都让我会觉得虽然充实 但是缺少了一些波动 其实我现在突然感觉我今天这个视频就很像一个自己跟自己聊天的状态 因为可能有的东西我是需要说出来 然后去有深一步思考的 因为说实话我之前从来没想过为什么我是单身 就是我很偶尔会想说我想要一男朋友 但是这个想法过了没多久就打消了就没有了 就觉得这样挺好的 就真的我从来没有仔细思考过 那今天这个视频其实也给自己的一个答案吧 我会觉得这样挺好的 对不强求 然后来了就接住 没有就打倒 反正最后就是想说如果你真的是想要脱单的话 还是需要做出一些行动的 就是如果你只是每天在家里什么都不干的话 那肯定不可能 对吧 OK啊 所以今天可能也一定程度上回答了部分人的一个疑问吧 就是为什么我不找一个男朋友 对 不是不找 也不是不想找 是 没有必要这么着急的去找 好吗 OK啊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